我们此时奉觉圣明在这边讲道 感谢神的带领 今天小弟要在云端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患难之爱 是讲到了现今的疫情 其实世人人心惶惶 就担心在这患难当中碰不到爱 但这爱是由谁给的呢 我们要从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 一起来探讨有关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第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末世的预兆 也就是现今的疫情也是神所命定的 第二个要来讨论的是 在这疫情当中的世人 还有一些他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的 第三点 我们要一个历史的典故 把一个故事 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来讲到怎么来堵住 这个患难当中的破口 第四点 我们会看见了 原来患难是一种爱 是要爱顾那些属灵的人 第五点 在这疫情当中 我们要让患难的爱 能够无远弗戒的把它传出去 这份的爱是来自于神的爱 第六点 会来做今天讲到的一个结语 首先我们来看末世的预兆 疫情 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我们怕口罩不好买 还是担心的这个酒精缺货 亦或是我们担心感染 甚至我们在新闻当中 看到这死亡的个案 不断的在增加 我们人心有点害怕 亦或是家节将要到了 可是我们有家却归不得 那种人与人之间 渐渐的疏远而害怕呢 其实在这个患难当中 一个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看见了什么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21章 路加福音的第21章 路加福音的第21章 这边有说到末世的预兆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1章 我们来看这个第 对不起 23章 我翻错了 来看21章没有错 路加福音的21章 我们从这个第7节来看 他们问他说 夫子 什么时候有这事呢 这事将到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又说 时候尽了 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历时就到 当时 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的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 又有可怕的意象 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现 我们看到了 这些事的征兆 也就是末世要来的征兆 我们如果从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 我们从第八节一直来看 那么第八节所讲到的是一种宗教之乱 也就是有些人会冒基督的名而来 在这个末世当中 我们确实也看掉了一些假先知 假基督来混淆我们的世人 从第九节说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慌 这些事情告诉我们 是人的一种乱象 也就是世人 在这个世上 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打仗 之后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 是讲到的大自然还有灵战 所以到末世的时候 尤其到第三点 我们看到 这个地要大大的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现 我们看到这些景象 就像到我们现在的疫情 我们知道一个 看到这种动荡不安的感受 这只是患难的表面 但世上在患难的当中 我们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当怎么来看待呢 我们来看这个 启示录的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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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第十节 启示录的第三章 第十节 这边说道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这边所讲到的 遵守神忍耐的道 也就是神要搭救专心 遵守他爱他的人 我们也从诗篇的九十一篇 看到了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 神必搭救 那我们所看到的某些世人 他们的想法可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来看启示录 启示录里面有讲到的一些人 他们受了试炼 但是他们却不怕神 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九章 第九章的第二十节 刚才所讲到的是一些属灵的人 遵守神的道理 在这个试炼的时候 神要保守我们 但是有些人的想法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有时世上的人 普遍是如此 启示录的第九章 我们看二十节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害所杀的人 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造的 还是去拜鬼魔 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这个金银铜 还有石 木石的偶像 有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 邪恶 奸淫 偷窃的事 也就是 等到这个 患难过去之后 有一群人 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灾难的人 仍旧不悔改 没有弄到他的痛处 而心中胆怯 但是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守道 必蒙保守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允 有人说 我怎么知道我守道呢 我怎么知道我守的是对的呢 我们到底守什么道 有谁教导我们呢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这边会讲到 神会教导我们 神怎么教导我们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第十六节 这边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许 还有不多的时候 是人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也就是这宝慧师 那宝慧师是什么 我们来看宝慧师是什么 也就是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会教导我们 我们到底有没有遵守到神的道 宝慧师会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六节 同样的约翰福音 十四章的二十六节 但保慧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 示给你们 我所示的 不像世人所示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所以我们看见了什么 宝慧师会教导我们 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就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说 我们所遵守的 是不是真的是在主里面呢 如果我们想要更了解 可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 四十三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 十六章里面的第四 这个 我们从这个 第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说 我将这些事 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了 所以他要教我们 也就是真理的圣灵 要引导我们明白 我们来看这个 一样的十六章的 第十二节 十二节也告诉我们 真理的圣灵来了 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真的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 我们先读到这边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遵守忍耐的道 在普天下受试炼的 当下的疫情当中 神要保守我们 免去这样的试炼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有没有遵守到 神的道理 这道理 到底谁教导我们 原来我们从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十六章知道 真理的圣灵来了 叫教导我们 怎么来持守神的道理 以前我们担当不了的 神的灵一到来 就教导我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也就是要遵守 神忍耐的道 必须要有 圣灵的血统之下 你才能够看清楚 灾难的背后 我们如果 在这个灾难的日子 我们心中胆怯 力量就微小 这种感觉像什么 如果我们属灵的人 懂得呼求神 但这种世人 他们怎么懂 或许他们还不认识真神 这就是在疫情当中 我们应该要有的 属灵的反应 他们在疫情中的人 其实是很痛苦的 因为他们所看见的 是那一种 为了自己为中心 害怕自己失去的一切 所以有很多事情 所看的是环境 那今日的我们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一切呢 我们知道彼得走海面的时候 他因见风甚大 而沉到海中 原本他在海面上行走 非常的安稳 因为他在海中行走的时候 心中所讲的事 所想要的事 要到父神那里去 可是他却因为看见环境 而心中软弱 只是因见风甚大 只看见的风甚大 还不知道浪有多大 只因听闻风的大 看见风的大 而害怕胆怯 今日属灵的人 都有这样的软弱 更何况世间的人 我们岂不用一个 同理心去面对他们的苦难 所以苦难当中 世人自有方法 他们总以自己为中心 即便是发烧了 依然要出门 囤积口罩 只求自己肉体上能够存活 有时候会忽略了别人的生死 我相信这样的心境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或许看到 今日台湾的疫情 心中有点忧伤 但我们回顾2019年 小弟在网路上 所收集的等等的资料 我们就不难发现 世人真是苦 他们的苦 造成一些不法事情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是在2019年 当时收集到的一张图 也就是当时这个武汉 有这样的疫情的时候 当时的新闻有报道 有30万人为了命 窜离家园 他们这30万 洒出去的时候 其实周边的省份都很害怕 在当时看到的这河南省 为了命 竭力的防堵 这个湖北人 北漂到这个湖南省 所以他们把 用这个怪手 把这个高速公路的道路 挖的路 让这个汽车 没有办法通过 当时的人 一股脑而想要往外跑 但却不知道 这个病不是因为 这个地所造成的 乃是因为人 所以有些人呢 所谓的事后口名 去探讨这件事情 当时 12月初发现的病例 就在2018年 早该有点作伪了 当时称为武汉肺炎的 潜伏期很长 半个月就变成了社区感染 春觉都已经过去了 封城有用吗 人儿已经往外窜逃了 封城早知道这件事情 就已经告知了 他们当下的人 所以被封城之前 所有的居民都已经窜逃了 比较可恶的是 有些人 吃了退烧药 之后呢 逃过了安检 而且呢 很自以为是的 在微博里面 来分享 那种逃亡的 一种胜利的现象 甚至在微博线要说 他胜利的大逃亡 吃了退烧药降温 去上海的迪士尼玩 有人成功的入境了法国 让法国产生了很大的风波 我们看到城市的沦陷 甚至是世人 真的受到这样疫情的试念 我们或许会觉得说 他们真不该 但如果想的是我们 我们真的 世人碰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候 我们的心难道不会恐慌吗 我们不是对了人家来做指责 导致我们要去省思 世人真的活在一个 痛苦的压迫之下 今天台湾 刚刚好尝到这种新冠的威胁 但是我们也看见 别人错误的经验 我们表现似乎有点理性 懂得自我封城 懂得我们不要出去 但你们知道吗 第一线的防疫的医生 护士他们怎么说 我们看到这张相片里面 也就是医生跟护士 他们用英文写着 他说 我为你 我们滞留在这里 这里是指的医院 也就是 我为了全台湾省的民众们 我们守在医院 也期待你们 为了我们大家 能够守在自己的家里 不要乱跑 那为什么要这呼吁呢 其实因为我们也害怕 有些只想到自己的世人 他们只想到自己 有些没有症状的人 我们看他们到处爬爬灶 也看到一些裁剪 还在等候确认的这六天 我们说 所谓的校正回归 就是这几天 因为采样没有办法 一时把它检验出来 所以在还没有确诊之前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染病 但是有些人 却想到了自己 而是到处的走动 这是我们很担心的 也就是有部分的病人 只在乎自己 却没有爱他人的心 我们对他们有点同理 说真的 患作是我们 我们哪一个不害怕 换作是我们 我们哪一个不担忧 也就是我们 大家都活在这个恐惧当中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少了爱 少了什么样的爱 光爱他人的爱 少掉了真理的爱 这种爱 驱使了他们 有时候不知道 怎么活下去 只想到了自己 今天在疫情的背后 我们知道 世人因为没有神 在内心里面 很难得到真正的平安 我倒要跟你们分享 也就是以西节书的七章二十五节 他说毁灭临近了 他们要求平安 却无平安可得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他们少掉的爱 我们一起来看以西节书的第七章 以西节书的第七章 以西节书的第七章 我们来看二十五节 以西节书的第七章 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五节 他说毁灭临近了 他们要求平安 却无平安可得 灾害加上灾害 风声接连风声 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 但祭师讲的律法 长老舍的预谋 都必断绝 也就是出于忍的方法 没有真正能够解决的 或许我们有专家可以依靠 但是说真的 如果没有发自内心 爱别人的心 我们没有办法觉悟到 去关怀别人 就像相片当中 有一个人戴了三层的口罩 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三层口罩下的他 内心有多么的惶恐 多么的害怕 担心自己 被这个疫情当中染疫了 我们在想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爱别人的心 我们没有爱的道理在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认为 这个残局 也就是目前当下的疫情 是很难收拾的 其他国家有封城的制度 但效果却不脏 因为要出于爱心 才能够免去这些不法事情的发生 那小弟要在这边 来分享一下 用爱来堵住破口 让疫情能够终止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6世纪 我们知道13世纪到17世纪 欧亚非三州因为鼠疫 已经死尽了两亿多人 你们可曾知道 今日的COVID-19 目前染疫的人 才短短的这两三年 已经达到了大概1.8亿左右的人口 那么我们从13世纪到17世纪 这样算起来大概将近的 所谓的500年 500年死尽了两亿 但是我们短短的这几个年头 已经有1.5亿的人口染疫 300多万人因为这疫情而死亡 也就是今日的疫情 其实比起鼠疫 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但是我要分享的是 有一群敬畏神的基督徒 他们敬畏神不畏生死 他们用爱来堵住 这个感染的破口 这个故事发生在16世纪 这个伦敦为中心的英国 这个中南区已成了黑死病的重灾区 小弟担心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懂 所以我们就把它画成一个卡通图 要堵住其中的破口 怎么堵住 我们来看右下角 这个蓝色的部分 有荷兰 比利时 巴黎 也就是整个欧洲都因为这个黑死病 鼠疫 沦陷了 当时因为有英吉利海峡 英国有英吉利海峡做屏障 所以这个疫情一直跨不过去 这个英吉利也就是英国 当时他们有一次发现的有一些商人 为了要赚钱 他们的船就偷偷地穿越了英吉利海峡 到了伦敦附近 伦敦南区来做生意 当时的事情是这样说的 伦敦当时有一个商人 他也染了黑死病 就是鼠疫 他当时想要寄一些样品 到了比较北方的 叫做依母村的地方来做生意 他在不小心当中 把一个包裹寄到了依母村 这个依母村到现今还存在着 当时他们收了这个物件之后 原来这个物件已经染疫了 所以这个鼠疫也进入了依母村 当时的人也是跟当时的这个湖北省的人一样 拼命的要往外窜逃 当时村庄里面都是信基督的人 整个村庄里面有334个人 他们有一个牧师叫做威廉 他是个敬畏省的人 他就在村庄里面跟村民说 我们可以把爱传出去 但是我们不能把病传出去 我们要不要死守在我们这个依母村 我们不要出去 我们每一个人就把这份病 把它安置下来 我们甚至也不要让一些要串理的人 经过我们依母村 往英国的北方来串 所以他们就建造了石墙 这个石墙要来围堵这个疫情 从这个伦敦以北穿越的依母村 甚至往北更加的扩张 目前这个强堵还存在着 已经是这个依母村的一个观光的景点 也就是这件事情 一直造就了很多的人 这种人为了爱而付出 不愿意去把这样的疫情感染别人 为爱宁愿来牺牲自己 就是不愿意把病情传给别人 这份爱心 让整个依母村 本来有334个人 到后面一数算 只剩下33个人存活 这让我们得到什么的启发 也就是因为他们愿意把爱传出去 坚持死守 不愿意把这样的染病的行为 染病的过程 去造成别人的困扰 所以依母村他们就堵住了其中的破口 以至于在16世纪的这个鼠疫黑死病 没有因为伦敦那次的尸首 也没有因为这个依母村的努力 而往上来往上来串 所以我们都知道依母村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像这个瓶子里面 小弟画了一个瓶子 塞了一个软木塞 这个疫情到了软木塞 也就是依母村的地方 紧紧的守在这个瓶子里面 让这个疫情不会再往北方来扩散 小弟还担心我们不懂 所以呢 就拿了一个船的内在的结构 跟大家来分享 我相信依母村在我们内心里面都知道 他们高举的神的爱 成为世界的典范 这里面所讲到的是有两艘船 一艘船是古代船内的结构 这个结构也就是船舱底下就一个空间 那么从现今的所有的战舰 游轮大船 包含小弟的爸爸 是在海军里面服役的 当时他经历过823炮战 他就说 他经历823炮战的时候 他们的船舰 也受到敌军的这个 这个鱼雷打中了这个船子的腰身 当时这个舰长就下令 所有的士兵要往船甲 往那个船舱里面窜 目的是要把里面的空间 把它锁紧 锁紧什么空间 我们来看现在船内的结构 它已经跟以往的结构不一样 它是一个枪式 一个枪式 一个枪式 可以说是独立的 以前我们所看到的铁达尼号 为什么会因为一个冰山撞到 它就来乘船 就是因为它的古代的船内的结构 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枪式 所以如果有破洞 就像卡通土里面的红色的部分 一个破洞 海水一旦进来 就会无限的上缸 把这个船填满 填到船下沉为止 这就是古代的人 当时在造船的技术 没有思考到独立枪式的一种作用 在以前823炮战的船舰 都已经懂得这样来建造 更何况现代的船内的结构 那我们来看这个右手边这张图 这个船的独立枪式 其中我们来看这个枪式 这个枪式里面它是破洞的 也就是当船 大组织结构 这个船自有的破洞 水灌流进来的时候 每一个枪式因为独立 即便的这些枪式都被侵略了 就像这个区域的枪式也被侵略了 我们这个枪式就好比是医母村 医母村虽然被这样的 鼠疫的病毒来侵扰 但是他们坚守钢位 依然不愿意让这个鼠疫的疫情 往内扩散 就死守医母村 以至于这个病情 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内部来扩散 这就是一种高举神的爱 宁愿把爱传出去 不可把病传给别人的一种心境 也就是一种为主耶稣而活的一种心境 我们看到他们高举神的爱 今日成为世界的典范 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世界各国都如何做 我们回归到一年多前 我们知道正确的谋略 可以护卫我们 聪明可以保守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疫情 当时发病的时候 美国人撤离200名 滞留在基地里面三天 英国撤离的这些英国的侨胞 在空军基地滞留14天 法国人也是滞留14天 德国人我们看见的都是14天 今天我们台湾的破口 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只让这些空府人员首益三天 其实是不够的 那反观到我们所看到的目前的疫情 一般来讲都拘留14天 这14天的观念怎么来的 其实是学习医母村的精神 也就是医母村 为什么能够把他疫情控下来 就是在短短他们愿意把爱传出去 不愿意把病情传给别人的这种精神 让我们看到这种感人肺腑的故事 那么疫情的发展 我们不能一直存留在这种防疫的一种喝彩 我们当静下来还要思考 这个患难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它确实有爱的意涵 我们从看到了医母村的故事 我们也看见了 唯独是有爱别人的心 在乎别人 不愿意把自己已经染病的这样的行为 或是这样的症状去感染别人 这种爱别人的心 才是真正的患难当中的真正的世人的爱 但今天又所要来讲到的是 患难之爱是什么样的爱呢 当我们在健康自由的时候 我们总是自由安排 囤积了一些钱 我们就想去出国旅游 想去出国游玩 想要去聚餐 那么我们所想到的都是自己 亦或是我要的生意要做得多大 我要把我的生意触角往国外来伸展 所想到的都是我们自己 但在疫情当中 我们看见了什么 以自己为核心的价值观 已经慢慢要脱去 我们教会的聚会 也慢慢转向了网路聚会 我们以人一人之间的沟通 我们教会的访谈 也慢慢的从实体的访谈 都转成是网路间的问候 这是为什么呢 这让我们来好好的思考 这个苦难真的是什么 也唯独苦难 让我们在家里面当中 能够静下来好好的思考 你们有没有发觉 我们网路聚会的人变多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在健康自由的时候 我们自有安排 但现今的我们 绑在家里 我们的时间多了 因为交通的时间少了 我们跟家人的时间相处多了 我们也慢慢要去思考 今次的光景 我们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应该在乎些什么 如何以神为中心的存活 我们来看一个约纳的故事 我们来看约纳书的第一章 约纳书的第一章 约纳书的第一章 约纳还在健康的时候 还能够自由自己行动的时候 神叫约纳去尼尼围城传警告 因为神也爱着尼尼围城的人 可是我们看约纳书的第一章第三节 约纳做了什么事 约纳没有听神的话 约纳却起来逃往他失去 躲避耶和华 吓到约怕 遇见了一只船要往他失去 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 要与这船上的人 同往他失去 躲避耶和华 所以一个健康的人 他处处所想到的是 自己的价值 自己的信仰的那一种傲慢 信仰的那一种自以为是 认为我可以今天做什么 我可以逃避耶和华的面 直到了什么时候 直到了灾难临动的约纳 就像我们的第二章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张图 约纳在余父当中 这时候的他 可以说失去的自由 被死守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当中 简直要窒息了 这种感受跟现今的我们很像吧 我们以前可以出国旅游 我们可以想到哪就到哪 今日我们连出去 我们家庭外面走一走 都变成了一个最奢侈的享受 为什么 因为灾难把我们紧紧的捆绑 就像今日的约纳 他在余父当中 他的祷告 让人反复的去思考 也就是唯有灾难的时候 才会真正的想念到神 所以疫情的背后 到底是一种我们恐惧的条件 我们害怕的理由 还是一个亲近神的好时机呢 所以我们来看约纳书的第二章 第一节 我们看到约纳在余父中 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 我遭遇患难 求告耶和华 你就应允 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你就抚听我的声音 你将我投下 深渊就是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 你的波浪 洪涛都慢过我身 我说 我从你眼前 虽被驱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珠水环绕我 几乎淹没我 深渊堵住我 海草缠绕我的头 我下到三根地的门 将我永远关注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却将我的性命 从坑中救出 出来 我心在我里面花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 祷告到你的面前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 离弃恋爱他们的主 但求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出于耶和华 我们看到他今日 所碰到的患难却说 我在你眼前被驱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你就知道约拿在这个患难当中 就好比这个患难就是一钢爱 紧紧地环抱了约拿 让约拿去思考人生的定向 到底是什么 从约拿书的二章四节 他在患难当中 才学会仰望神的圣殿 在患难当中的约拿 才去权衡生命的群众 明白一生当追求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有网路上 云端上的我们的好朋友们 我们如果今天看到灾难的表面 只是一味的害怕 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还没有真正找到属灵的避风港 一个属灵的人 在这灾难当中 他看到的灾难 原来是祝福的开始 因为唯有被灾难拥抱过的人 他就像约拿才能够去在爱拥抱当中 去思考神的话语 去仰望神的圣殿 真的很像我们 也祈求主耶稣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在这患难当中 真的去学习耶拿 去衡量生命的轻重 明白一生当追求的方向 怎么衡量轻重 我们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八节 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八节 这清楚地点破了每一个属灵的人 你们当顾念些什么 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八节 我们这自占自清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以权衡轻重 我们应当明白 明白什么是我们顾念的 如果今日我们所顾念的 跟世人一样 所顾念的是这短暂的肉身生命 那么我们就会恐慌 恐慌到我们不知道 下一刻我们要做些什么 去买更多的口罩 买更多的酒精 还是去担心被染疫呢 当然防疫我们要做 但是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们心中不需要如此 害怕到完全的失去的自己 我们有勇 我们有神 在这患难当中 我们学习被这灾难来拥抱 也让我们能够学习约纳的精神 去看见我们那看不见的永恒 原来我们所要的是那看不见的永生 当我们知道要去寻找这看不到永生 被这灾难拥抱的时候 我们要享受在当中 活在当下 因为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再怎么担忧 也不可能为我们的生命 多珍藏一刻 我们的动作存留 既然都在乎神 我们就无需因为疫情 害怕到不知所措 所以在苦难当中 要学会依靠主 他最具体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来看到这第五点 所要分享的是 我们更要放胆 去传播神的爱 我们在铁撒奴尼加前书的三章三节说 对属灵的人亦或是世人 患难乃是命定 对追求生命 短暂生命的世人 对他们而言 这个灾难是一个很大的折腾 是一种折磨 但对一个追求永生的基督徒而言 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什么机会 重新定位你跟神之间的距离的机会 是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爱的机会 在世人恐慌胆怯之余 你们真的有去爱过他们 在乎过他们吗 如果你真的在乎他们 我们就应该立志放胆去传福音 把我们美好的道理 把属神的道理 把神爱的道理 借着我们的网路 无远福界的传给那些需要的人 我们不再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活 也因为要为着别人的生命 努力 让别人因我们得福 具体的做法 小弟要跟你们来分享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二章 《铁撒罗尼加前书》的第二章 《铁撒罗尼加前书》的第二章 在第二章当中 说到了我们被迫害受辱 说到了我们在这个大征战当中 我们要努力的放胆 把神的福音传给需要的人 我们来看《铁撒罗尼加前书》的第二章 第一节 弟兄们 你们自己远晓得 我们进到你们那里 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从前在菲利比受迫害 受被害受辱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 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第四节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讨人欢喜 乃是要讨纳查验我们心的神欢喜 这边所讲到的就是 要讨神的欢喜 为自己的灵命征战 也为他人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来征战 这是一个被害受辱的环境 亦或是我们把道理传给别人 被别人来唾弃的 我们依然要传 但反观小弟在天母跟石牌所看到的 也很感谢神 神给这些负责人智慧 在网路当中 原来我们实体聚会 只有礼拜二 礼拜五 礼拜六 今日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星期天 都有聚会 也因为聚会当中 我们好好去思考 神的话语有多么的甜美 安慰我们的心 我们也顺势把这些讲道的内容 传给那些需要的人 小弟有一个同事 最近这个癌症扩散了 小弟把教会的一些道理传给他 以前他觉得说 你们这些我看就好了 你们就看就好了 帮我祷告 他会讲这种话语 后来传给他一天 传给他两天 三天 我就不禁问他 亲爱的老师 我这样传给你 会造成你困扰吗 他竟然回答我说 不会很好 他看到这些文章 得了安慰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 患难大征战当中 把神的爱传出去 而是神的福音 这边讲到的要放胆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的这个第七节 第二章的第七节 只在你们中间 要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 如养自己的这个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 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也就是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给你们 这一种母爱 母亲爱孩子的心肠 这是一种好牧人为养舍命的精神 我们来看到他讲到这传神的福音 第九节 弟兄们 你们经验我的 我们的辛劳 辛苦劳碌 昼夜做功 传神的福音 这边又讲了第三次神的福音 所以传福音是传神的福音 不是传自己的福音 所以要很清楚明白所传的是什么 来跳到了第十一节 中段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 那招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神 所以传福音是传神的道理 要保持的父母亲的心肠 去爱他们 连生命给他们都愿意 我相信把爱传出去 我们愿意这样做 远远大过当时的姨母村 现在他们成了一个观光的景点 大家所追求的去 瞻仰他们的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迹 但我们今天是讨神的欢喜 不是讨人的欢喜 所以小弟来做个结语 末世的征兆到了 我们看到了国打国 民打民 首先会看到了宗教之乱 之后看到了人为之乱 又看到了大地的反扑 也包含了疫情 天上的大神迹降下 就疫情来讲 我们很清楚 疫情的背后是神的慈爱 疫情的背后是对我们世人的提醒 末世要到了 在疫情中的人 这些世人只求自己的活命 以自己为中心 造成了很多防疫的破洞 反倒是因为爱 把爱传出去 不把病传给别人这种大爱的格局 也就是堵住破口的一个 好的案例 姨母村 我们学习这样的精神 在患难当中 把爱活出来 在患难之爱当中 我们也学习到约纳 原来约纳 在患难当中 才能够掉转自己的脚步 仰望神 也祈求主耶稣 能够带领我们的会众 在这个疫情当中 也能够掉转我们的脚步 好好去思考神的作为 让这个患难之爱来拥抱我们 来带领我们去看见我们的价值 那么遵守神的道 放荡传主的爱 这是在疫情当中 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们也祈求主耶稣 能够让我们能够看清未来 努力为主而活 在患难当中 我们不足惜 我们倒要把这份爱 传给那些需要的人 我们一起来唱诗 感谢观看